如果喜歡日本冒險遊戲的玩家 一定對於這款機械學報告是非常期待吧 這款風格獨特的作品 它是要以口袋電腦的新科技 來進行跨越現實以及虛擬的一個獨特玩法 到底它在玩什麼樣的花樣呢 我們現在去看看就知道囉 日本Five PP公司表示 他們繼《混沌思緒》以及《命運時之門》 兩部作品之後 隸屬科學冒險系列最新的第三彈作品 《機械學報告》 也即將要跟玩家見面囉 這款遊戲設定在西元2019年 當時人人都在使用一種 名為口袋電腦的擴增實性系統 而玩家扮演的主角巴西海翔 整天沈迷在機器人格鬥遊戲的宅男 也因為沈迷遊戲 讓高中社團面臨廢射的危機 就在某一天 主角發現了名為軍島報告的AR標註 裡面記載了一位名為軍島公的人物 揭發了一項將世界 捲入其中的巨大陰謀 這部《機械學報告》 是整個系列首度以3D的方式製作 在遊戲中以3D構成的角色們 會隨著台詞以及狀況 即時順暢地做出各種反應 而比較有趣的地方在於 透過AR擴增實境的系統 會讓現實與遊戲中的人物 有交錯的造型 而產生不一樣的互動玩法 喜歡日式冒險遊戲的玩家 不妨多注意本作囉 《世界を救うのは秘密》 《世界を救うのは秘密》 《世界が救うのは秘密》 《世界を救うの他是秘密》 感谢观看